新冠疫苗开打至今已经突破68万人完成接种 但不少人担心会产生严重的不适感 像是疼痛红疹或是出现发烧 因此听信谣言自行购买了解热阵痛药物 先吃再打预防性投药 也让这类的药物销售量成长了将近三倍 不过药师也特别的提醒 这很可能会影响到疫苗接种后的抗体产生 指挥中心也说虽然目前临床上 并没有针对新冠疫苗做类似的临床试验 但建议民众有必要再吃就好 不用预防性服用 市面上解热阵痛的成药琳琅满目 而这些成药随着本土疫情爆发销量翻倍 根据统计国内新冠肺炎疫苗 从三月开打至今已经突破68万人次 社区药局就发现这段期间解热止痛药物 销售量也跟着成长将近三倍 大家就是一个心理的预期 就是说我吃下去会痠痛不舒服 所以我要先吃 因为有些人的经验他会觉得很不舒服 原因竟然是因为民众担心 接种疫苗会有副作用 所以施打前线预防性投药 国内目前施打的AZ疫苗 可能会造成接种部位疼痛红肿 或是出现发烧反应 这让不少人担心会有严重不适感 所以先吃了解热止痛药物 再打疫苗 不过有药师提醒 根据过往像是鼻肝疫苗的临床实验 预防性投药可能会影响接种后抗体的产生 抗体这个数量产生不够的话 那就是说可能就像之前可能有人打了疫苗 他可能又会再得到这种的几率 可能就会比一般的人要大一点 理论上当然我们抗发炎抗消炎的这些药物 当然有可能减少我们的发炎的反应 那可是对疫苗的效果到底会不会有影响 是没有什么实证的资料 简单的说就是没有必要 当然就尽量不去特意去使用 指挥中心也说建议民众出现症状 有必要再吃就行 不用预防性投药 不过想要增强抵抗力 减缓不适感 只要睡眠充足 多吃水果 再适度的补充维生素C 就能轻松让身体安全度过疫苗的不适 记者王志恩侯正伦台北报道